最近几周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 频繁出现在微博热搜 于是我们随机采访了 来自高兴区和午后区的两位普通市民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普通市民对于一国他乡的总统 有什么看法 我们的trap不是这个trap 这个trap过过好几年的段落 我已经反复地思考它的来处 是来想解问题处在思想外国 我有个幼稚的建议小厕所 美国政府应该直接中规盖部 不晓得住不住的大妈毕竟先两败 假如恨不拉来坏他帮你一年半 有怀疑也说不好哪个比较赚 我只是随便提他也不是非要怪 毕竟讨论嘛交流 有不得人哄不得人会要求 这些使命谁取之光代表小家伙 还有是阳场 刚去的给我点声音 我们的trap好 听他们的trap好运 我邀请他来成都刷 请他吃包拼 如果买到会儿的大爷正在慢慢靠近 我会说想吃你就说不定是我会搞定 但整个爱就爱抹 结实太有色了 一瓶杯酒话都没说 直起来就该了 都市传说 你不管我 我一开枪几副乱锁 张开手拥抱你 确信的cdc 你敢说是 我们是这个cdc不是这个cdc 但不怪哪个cdc都不得跟你两个车 我不是那些abc 我耍个屁的ktv 我且发鬼留个手然后又回来了 我们在成都现在基本冒点病毒了 小区再过两天可以自由进出了 都过了几十年了现在早就幸福了 我们就好得很你以为是印度说 前两个月改上基本还开不到type 现在的type帅我戴口罩去买菜了 我问我外婆快不快乐 她说她在啃瓜子等下再说 我随时吸收 我就像米狗 我珍惜现在为了再往以后 我代表光复桥还有红牌楼 诶我去准备好没有 让我开到你的手 啊 虽然这两位随机市民说出了 我们大部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状态 但是他们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偏提了 cdc民间美食干新闻频道 为您现场报道 这里是记者解谜